银行姐妹平安 大家新年快乐 转眼就到2024年了 刚才我们看那个录像都是2023年的回顾 这指针一转 2024年了 今天都1月7号了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大家在家休息的也都很好吧 出去旅游的也都回来了 你们好来了 韩瑞 欢迎欢迎 投币呢 OK 欢迎学生们也都回来了 放假 他们投币还回中国了呢 所以挺远的假期 所以我们都在互助新年快乐 我们盼望着真的是美好的前程 明天会更好 对吧 可是下一张片子如果给大家看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对照片中的人 有哪些个熟悉 我们在迎接已经跨入2024年的时候 可是照片上这些个人 永远定格在了2023 这里边有政界药人 基辛格 还有克强总理 有宗教领袖 有宗教领袖 台湾有名的星云大师 还有商界奇才 就是巴菲特的伙伴 芒格 还有影视明星 当然也有平民百姓 有百姓 有百姓老人 也有年轻的一辈 有寿终正寝的 也有 促然离世的 有跟病魔抗争了几十年的 也有不忍病痛 自杀身亡的 这些名人的去世 让世人唏嘘 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 只是在统计数字上 增加了一个冰冷的数值 除了至亲的家人 对世界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私人已去 如风飘过 如烟飞逝 岁末年首 袈裟战争仍在继续 俄乌战争也没有止息 中国的甘肃刚刚发生了地震 日本的地震和海啸 就在新年接踵而至 再加上流感 疫情 生老病死 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国语团契 就有几位弟兄姐妹的至亲和朋友 在2023年不幸离世了 有癌症复发的 也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因为失恋就抑郁自杀的 我们都anger ca mad 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 在临终之前 信主了 也算是 吸了地上的牢苦 让我们可以 得到安慰 但更多的人还没有信主 离开世界就再也没有机会听福音了 我们为他们更加感到惋惜和痛心 回到这些新闻事件 不管是天灾 不管是人祸 人们看到的 只是新闻报道中跳动的伤亡数字 除了几声叹息 或者键盘侠们的唇枪舌战 但是不管再大的新闻 再让人义愤添硬的事件 在时间这个磨刀石下面 一切终将过去 那些数字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 因为又有新的热点开始刷屏 新的事件占据了头条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人算什么 经文来自西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 西伯来书是我们教会 整个接下来的一年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份 我们全年一年多的 主日讲道题目 都来自于西伯来书 所以西伯来书我们会逐章 逐节的来学习 本来我的题目是 二章的五到九节 大家知道西伯来书要从一章一节开始 对不对 别着急 下星期有招募师精彩地讲道 我这个题目应该是安排在第四次 这个月的第四次讲道 所以都轮到第二章了 那在招募师详细介绍 西伯来书的背景和概要之前 今天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西伯来书 是在圣经新约 这个一般书信的第一卷书 叫西伯来书 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 新约 前面福音书 然后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之后 就是一般书信 一般书信的名字 通常用作者的名字命名 对不对 你看彼得前书 后书 雅各书 还有约翰书信 可是西伯来书 怎么好像不是人名呢 是因为他的作者 现在还没有确定到底是谁 书信上没有写明 但是收信人 好像是那般已经归信 耶稣的西伯来人 犹太人 所以呢 就把他命名 是西伯来书 那西伯来书 是我最喜欢的书卷之一 为什么 因为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就是贯通旧约和新约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说 如果你对旧约不熟悉 让你上来就读西伯来书 可能你读不大懂 为什么 因为西伯来书里边 几乎是每两节 就要引用一篇一节 旧约 旧约的经文 第二个 它的特点 今天比如说 今天我们这个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它 就来自于诗篇 第八篇 那第二个特点 这本书是阐述 基督论的一个书卷 揭示了旧约中 愈言愈表的基督 并且指出 基督是那更美的约 也就是新约的中宝 论述基督高于天使 高于摩西 高于亚伦 高于一切的祭祀制度 高于律法 等等等等 另外 它还是讲信心的书 如果大家熟悉一些经文 比如说 信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是未见之士的确具 来自希伯来书 还有一系列的信心伟人 排行榜 大家记得吧 因着信 亚伯拉罕怎么怎么样 因着信 雅各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约瑟怎么怎么样 这些许多的见证人 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 这都是希伯来书的经文 对吧 好 所以我们有机会 一年零三个月 好好读希伯来书 那今天 我们的经文 选自希伯来书的二章 五到九节 还是按照 我这个讲到的习惯 我会邀请大家 一起起立 我们来一起攻读 神的话语 好 我邀请大家起立 我们来一起读 希伯来书二章 五到九节 一二三 请起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远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 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如今 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保守我们 从岁首到年终 现在迎来2024年 我们人虽然卑微渺小 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 借着耶稣基督 你赏赞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 赐我们永恒的生命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让我们一起思想你话语的美妙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求你与我们同在 如此感恩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 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 来学习这段经文 人算什么 主恩绵长 信靠蒙福 我们先来看 人算什么 刚才圣经上说 经上有人证明说 他没有指出来这个 引用的经文是在哪 对不对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 是引用的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一首诗 诗不长 非常的美 它是一首赞美诗 有人评价 这是赞美诗中最完美的典范 行为简洁 把我们带到了诸天之上 创造之初 也把我们带到神的计划的最终的结局 本篇也是一篇弥赛亚诗篇 四到六节预表了 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 所以我就在这里给大家 再朗读一遍 十篇第八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卫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凡金形海盗的 都浮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感谢赞美神 当我们仰望浩瀚的宇宙 就看到了人的渺小 去年暑假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 我带着我儿子 还有我们朋友几个家庭 去自驾游 走了这个美国的大峡谷 西安国家公园 纪念碑谷 拱门国家公园 领阳谷 等等等等 十几天 每天都是在露宿 我印象最深的一晚上 是住在那个拱 纪念碑谷 国家公园的时候 我们是住在山上 那个小帐篷 那是印第安人的聚集区 帐篷都不能弄大的 只能是一两个人的 那种小帐篷 我们住在山顶上 位置非常的好 那晚上 仰望星空的时候 真觉得银河 就在身边 好像垂手 就能摘到星星一样 在那样的地方 我们实在是感叹 神创造的伟大 人算什么呢 我们在地球上 看星星 遥远的星星 都有这种感觉 我们看右边那个照片 这个是宇航员 登上月球的时候 看地球的照片 看到了吧 这是1969年7月20号 阿波罗11号 宇宙飞船 航天员阿姆斯特朗 和他的同事 奥德文 他们在登上月球的时候 他们念了刚才 牧师念的那个 最后晚餐的那个经文 吃了圣餐 他们也念了 诗篇第八篇的经文 他们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诗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他们把诗篇 第八篇的经文 和美国的国旗 一起插在了月球上 自从美国登月以来 许多的宇航员 清楚地看到 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伟大 和奇妙 更认识了真神自己 其中 有13位宇航员辞职 成为船道人 大家可以上网 看他们的见证 非常非常的美好 所以 人算什么呢 人的生命 虽然很宝贵 但是 人的生命 却非常的脆弱 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人 适宜的范围 温度范围 只是在15度到25度 最舒服 对不对 我们人体的体温 就是在36度到37度之间 我说的是摄氏度 然后你才能健康 舒服地活着 否则 你温度要是到37度5 37度8 你试试 38度 是不是就开始不舒服了 开始这儿痛 那儿痒了 好 到了104度 这个是华氏度 就有生命危险了 我有一位大学的校友 大概在五年之前吧 才四十几岁的光景 一个大男生 个子高高的啊 就是帮进春节的时候 一月份左右 就一直身上不舒服 发低烧 持续了一个月 有一天 他实在坚持不住了 就去 到这个emergency 好 一进去 一两体温 109度了 任何的降温手段 他身上全部包着冰带 然后任何的药物降温手段 都不起作用 烧了三天 还没有查出病因 就被活活烧死 这就是人 另外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 2021年 有名的中国白银百公里越野赛 大家听说过吗 由于在比赛的途中 中午一点多钟 下午10点到中午一点 下了两三个小时的雨 然后气温骤降 造成在比赛途中的那些个运动员 低温 然后就去世 其中有21位优秀的马拉松选手 包括马拉松冠军 因为低温来去世了 他们大多是年轻力壮的体育健将 就三个小时的风雨 在山上低温 就能把人给活活冻死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故 所以人的生命算什么呢 诗篇90篇 是摩西的一首祷告诗 上星期牧师也引用了 10篇90篇的经文 他在这里感叹 人生转瞬即逝 诗篇90篇第三节那里说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神看来 千年如一日 犹如夜间的一耕 我们就像早晨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九到十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上礼拜 牧师引用的经文是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感谢赞美主 可是我们知道 人算不如天算 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不对 所以在雅各书里 那里头他说了一个比喻 说你们今天 明天往哪里去 我们计划得好好的 2024年有什么心愿呢 有什么计划呀 对不对 我们好像是时间永不停止 我们可以永远活下去的样子 雅各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应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如今 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 都是恶的 所以我们知道 人算什么呢 刚刚我们家里 就发生了一幢变故 所以我每次讲道的时候 神也是出于爱我的缘故吧 实在没有见证吧 就非要给我出点事故 来给大家讲道的时候 有见证 今天星期天 对不对 昨天凌晨两点钟 我又被电话吵醒了 我拿起来一看 我说谁半夜两点 给我打电话 一看不得了 我侄子给我打的 他跟我说 大姑 我爷爷不忠了 不忠了你们 东北话 你们知道吧 我说咋了 住院了 我爸住院了 我说 刚给他打的电话 还好好的呢 对吧 如果大家还记得 上礼拜天去 康尼家聚会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做自我介绍 对不对 我请大家的代导 事项是什么呀 大家还记得呢吧 1月10号 我爸妈 要去大使馆签证 要来美国旅游 上礼拜天的事 我几乎天天 给他们打电话 星期 星期五的时候 还打电话好好的 吃茶饭 这个那个 准备好了没有 要去签证了 结果昨天 半夜两点 我侄子给我打电话说 我爷不忠了 我说怎么不忠了 大姑你别着急 是腿不忠了 不忠就是不好使的意思 吃完午饭 腿迈不出来了 腿不能动了 然后就赶紧 我弟给他送到医院去 挂急诊 因为他有这个脑梗的毛病 就不知道血管堵在哪里了 然后就腿就不能动了 脉不开布 啊 就住院了 所以 就是这样子 一天不见 好好的 本来说好了 礼拜三要去签证的 结果 现在住在医院里了 躺在那 血压 200多 都降不下来 所以 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不对 能计划明年干什么 明天干什么 人的生命 实在是脆弱 人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有人就想 哎呀 生命短暂呢 我得赶紧赚钱呢 有钱好使啊 我妈都知道 这要没钱 住院去 检查 什么不得花钱呢 所以 人就开始 追求财富吧 有钱好办事啊 于是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赚钱 甚至不顾身体 不顾家庭 有些人 其实到最后 忙来忙去 也没赚到钱 有些人 有些人 成了钱了奴隶 有些人 赚到一些钱 但是 男人有钱 就变坏 对不对 女人变坏 就有钱 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健康 到头来 还是 虚空一场 所以 圣经里 提摩泰前书 六章 那里怎么说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许多 无知 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 沉在败坏 和灭亡中 贪财 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 贪财 被引诱 离了真道 用许多的愁苦 把自己 刺透了 耶稣 也曾用一个比喻 讲过贪财的下场 他说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大家都很熟悉 他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富 心里自己想 我的出产 没地方放了 怎么办呢 好 那我就把仓房拆掉 建更大的仓房吧 在那里 好储藏我 一切的粮食 和财物 然后 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哪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在 可做多年的费用 几辈子都吃不完 对不对 好 只管安安一一 吃喝快乐吧 结果神怎么说 神却对他说 你这无知的人哪 今夜 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给谁呢 所以 凡为自己积才的 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的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生命 都在神的手里 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六节 也是很有名的经文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 来换生命呢 好 你说钱财 不好 一股子铜臭味 对不对 我来追求智慧 要智慧 要聪明 总可以吧 中国人最喜欢说 义不压身 好 所以就开始追求智慧 所以许多的家长 特别是中国家长 孩子们都在这上学呢 知道吧 就开始给孩子打鸡血了 拼鸡娃 对不对 虎爸 虎妈 然后各项才艺 上 对不对 各种补习班 上 报考大学 名校 藤校 等等 有智慧 有聪明 结果怎么样 一些高分低能儿 出现了 不懂人情 世故 我们刚才说了 身边我们有朋友 对不对 小孩子才二十几岁 失恋了 活不下去了 结果 自杀了 他妈妈还躺在医院里 癌症晚期呢 还不知道有几天的活头 就是这样子 寻求智慧 还有我认识的朋友 离婚 然后 抑郁 然后精神失常的 如果大家 喜欢看新闻的话 这几天网络 又在开始流传一个 少年天才 15岁 就上了中国的复旦大学 对不对 然后 之后被选派为 李正道 有一个中美 这个物理研究生的 联合培养计划 他是最后一波 被选中的 物理天才 到美国 在纽约的城市大学 学核物理 才这个三十几岁 发表了几十篇的 高水平论文 就是这样子的一位 这个杰出的人才 有聪明智慧的人 后来因为失业 离婚的打击 出现抑郁精神疾病 已经流浪街头 十六年 这几天 成为一个热点新闻 所以 人的聪明智慧 算得了什么呢 真正的智慧 是什么呢 真言书告诉我们 你要尊心仰赖 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引导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真言书九章十节 也说到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说实话 真正有伟大成就的 伟大的科学家 据美国的一个统计 百分之九十二的 伟大的科学家 相信神 所以他们才更伟大 好 我们都知道 刚才讲了半天 人算什么 人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是人总以为自己 算得了什么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中心的表现之一 就是骄傲自大 有人说过 人所有的罪 都跟自己有关 比如说他说 骄傲是高抬自己 嫉妒是受不了别人 比自己好 争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发怒是感到自己受了冒犯 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 奸淫是顺着自己的情欲 贪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狡辩是为了维护自己 看到没有 人所有的犯罪 都是围绕着自己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其中 这个骄傲 就是一个罪魁祸首 你骄傲 才会嫉妒啊 才会争敬啊 才会这个 发怒啊 等等等等 为什么会骄傲 就是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其中的表现 就是把自己的一点点成就放大 就像这照片里的 对不对 本来自己是只猫 结果一照镜子 变成了百兽之王 老虎了 自高自大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真正凡有大成就的人 都是谦卑的人 因为我们一切的成就 都是神赏赐给的 所以彼得前书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耶稣也说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感谢赞美主 不过我认识的朋友里 骄傲的不是那么多 因为我们中国人 都是以谦卑 谨慎为优良美德 对不对 但是我就观察出一个现象 自我中心的 另一个极端表现 就是自卑忧虑 现在我们身边 忧虑的人很多 忧虑的人很多 得忧郁症的人很多 忧虑也是一种 自我中心的表现 因为它太把自己 当回事了 太把自己的困难和问题 无限放大了 心里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心里只有无助感 无力感 无妄感 从失望甚至到绝望 小孩子忧虑 看不了书 上不了学 拿不开书本 老年人忧虑 因为在忧郁症里 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因忧郁自杀的非常多 比例非常的高 中年人也忧虑呀 上有老 下有小 对吧 家里的领粮柱 一天忙得像陀螺一样 所以各个年龄段的人 都在忧虑 今天好像大家不缺吃 不缺穿 有着好日子不过 然后就成天的忧虑 忧虑工作 忧虑生活 忧虑学习 忧虑孩子 忧虑养老 一直都是在忧虑 其实我们的主 早就知道我们这样的光景 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那个地方 他就说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彼得也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泄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 那里主耶稣自己也说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人算什么 人实在算不得什么 生命脆弱 如飞而去 靠财物 财物靠不住 靠聪明 人的聪明也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不是骄傲自大 被活活气死 就是自卑忧虑 被活活的愁死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人还有出路吗 人的出路就在耶稣身上 因为主恩绵长 所以诗人在感慨 人算什么 诗人算什么之后 他又感叹 你竟顾念他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主恩绵长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因为神造人的本意 就是如此 我们知道 创世纪的第一章 用了六天时间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 到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 神要造人了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所以神把他的形象 把他的样式 就是神所固有的 圣洁 公义 慈爱 全能 尊荣 全部都赏赐给人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 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神显明给我们 耶和华 本来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我们人不过是尘土 跟动物 其他的动物没有区别 对不对 但是 神把他的生气 吹在亚当的鼻孔里 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 他是按照自己的样式 和形象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人 有神的尊严 有神的权柄 感谢赞美神 让我们人 管理地上的一切受造物 对不对 所以神造人的本意 就是要赏赐人 第二 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人不实抬举 结果 创世纪三章 受蛇的诱惑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讲的 耳熟能详 烂得不能再烂的故事了 神开始 人开始堕落 人开始犯罪 所以 因为神是公义的呀 他不能 自己食言 对不对 你吃了果子 你就必定死 所以把亚当夏娃 逐出那美好的一点园 但是 神又有怜悯 没有马上 让亚当 夏娃 立刻死 对不对 又存留了他们 九百多年的生命 让他们生养众多 变满着地 但是人 没有吸取教训 一而再 再而三的犯罪 屡次得罪神 惹怒 圣洁公义的神 一次次的发怒 但是神 总是给人 留下雨种 洪水 大洪水 留了挪亚 一家八口 对不对 出埃及之后 造金牛犊 但是借着摩西的 四次代求 神没有灭绝以色列人 仍然存留他们 所以在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的时候 神听了摩西的代导 然后向摩西来宣告 自己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但是大家也别忘了 在出埃及记宣告十诫的时候 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 神也说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词爱 直到千代 有罪的 才罚三四代 听神诫命 爱神的 要赐福千代 所以你说 神的恩典 恩典多么的浩大 感谢赞美神 神给人最大的恩典 莫过于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人的罪孽实在深重 靠着我们自己根本无力脱离罪恶的捆绑 所以整个旧约就是一个明证 因此神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遣自己的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被女人所生 我们刚刚过圣诞节 路加福音详细学了主耶稣降世的这个故事 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且生在卑微的马槽之中 他像我们一样 凡是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也会渴 他也会饿 他还会哭 他受人唾弃 他遭鞭打 他遭人逼迫 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身流血 刚才我们吃的饼 喝的杯 就是纪念主的死 但是好消息是 三天之后主复活了 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自己 所以 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 为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翻译 叫做 为见耶稣 暂时 比天使小 因为我们知道 神又把他升为至高 对不对 他远高过天使 所以这里边的小一点是 暂时 比天使小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知道 主耶稣 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 他不以 不把自己 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 是为了我们这些 不配的罪人而死的 神的爱 就如此的绵长 感谢赞美神 你说我们怎么得到 这个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神的慈爱呢 借着耶稣 借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们要仰望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在 因为神一切的丰盛 都是在耶稣基督里 赏赐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所领受的 神的恩典 都是在他的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你说 人算什么呢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蒙福 所以我接着把我这个例子 给大家讲完了 我昨天接到我爸 住院的这个消息 对不对 然后半夜两点了 但是 马上神就安慰我 给我一句 那个话 然后他说 天父知道 天父知道 因为神是造我们的神 我们的一切生命气息 都在乎他 我们的好处 不在他以外 我们是他造的 我们是本于他 倚靠他 也归于他 感谢赞美神 所以我听了这个话之后 我就踏踏实实的 我说我爸没事 大不了签证再改期 对吧 然后就平平安安的 倒头便睡了 然后四点半起来 起来接着 参加这个寻光之旅 这个讲座 结果昨天 我跟我爸我妈打电话 还在医院里呢 床位都安排不上 都在楼道里 你知道吧 加的临时的床 然后我妈也很喜乐 没关系 你放心吧 不要紧的 如果能改就改 如果不能改的话 就到我们这次被拒签了呗 我妈很属灵 我妈跟我讲 她是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中午腿不好 上医院的对不对 星期四早晨的时候 我妈说做了个梦 我妈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呢 在那个满大街的路边 全是黄瓜子 全是种的 撒的黄瓜子 我妈睡醒了 然后跟我爸说 看来我们好像签证这个事 要黄了呀 黄瓜子嘛 要黄了呀 正说着呢 早晨跟我爸说的这话 梦见到处是黄瓜子 结果中午 我爸吃完饭 腿就不能动了 你知道吧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你挺属灵啊 神都给你异象了 感谢赞美神呢 我说下次 我妈说 下次做一个出太阳的梦 就好了 感谢主 所以有主的人 心里有靠山 我们能够有敌 不管有什么事情突发 我们都有平安 都有喜乐 感谢赞美神 所以呢 我给大家 有一些挑战 请大家反思 在新年一时 你有哪些人生的思考 你想要2024年 怎么过得更有意义 你是否经验过 神给你丰盛的恩典 神是否借着一梦 意义象 或者是经文 让你亲自的经历它 你是否愿意 信靠主 来过一个蒙福 得胜的生活 请大家思考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实在满心 感谢赞美你 我们人算什么 我们自从出母胎 就开始犯罪得罪你 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硬着景象 不认识你 不顺服你 我们有点成绩 就骄傲自大 有点挫折 就忧愁绝望 我们世人 算什么呢 可是你竟顾念我们 你竟眷顾我们 你一次次地宽容我们 饶恕我们的过犯 你用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 忍耐我们 呼唤我们 求主赐我们信心和力量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再次宣告 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 让主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 为心 靠主 过得胜 蒙福的人生 感谢赞美神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